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大量绘画主题是Watea和他的家人的日常生活 还有许多漂亮的大型彩色雕像 其中24尊是Watea本人和他家人的雕像 另外31尊雕像的身份暂时未明 牧师的墙上还有许多手绘图案主题 包括陶器 橱套酒 传真和音乐表演 古墓所在的赛加拉考古遗址 距离埃基首都开罗有一小时车程 遗址内还有著名的卓色王阶器金字塔 以及特锡金字塔 前者是埃及一百多座金字塔中最古老的一座 建于公元前27世纪 埃及新发现的古墓本文图 均为资料图沉传和历史爱好者 将待2019年有机会去沉眠 于大西洋底的泰坦尼克号残骸 亦由这趟形成售价不菲 需要十万五千一百二十九美元 相当于这艘豪华巨轮当年的头等舱船票 在今天售卖的价格 体验者将从加拿大某个港口起飞 降落在位于远洋的潜水补给船上 之后 他们将登上泰坦号潜艇 在海底度过七个小时的沉船之旅 与随船科学家们一起 对泰坦尼克号进行科学考察 不是有钱就可以参加这趟海底旅行的 官方对体验者提出的要求 是年满十八周岁 拥有良好的平衡性和身体灵活性 能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顺利登上小船 此外 还要完成一项为期一天的直升级水下逃生训练 沉睡于大西洋底的泰坦尼克号 另一项有些无厘头 但销路很好的旅行体验 则由生性幽默的墨西哥人共建上周 该国推出了一名美国冒险之旅 每个游客只要付17美元 就可以体验非法过境美国 在不违法没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过足引 这个不同寻常的景点 位于墨西哥埃尔阿尔贝托的帕奇科阿尔贝托 在这个废弃般的露天游乐设施中 公园为游客提供了成为扮演非法移民的机会 他们将步行4小时 穿越具有挑战性的地形 复制非法过境美国的体验 如果还嫌不够刺激 可以付费25美元 参加时长6小时的极端升级版本 墨西哥一名大冒险项 《墨海报公园》方面称 这下游乐设施的初衷 是为了引导年轻人如何正确的过日子 他们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另一个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 在阿尔贝托过去的14年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 通过非法入境的途径移居美国 如果你是民租不出户的纸上旅行者 不妨来欣赏下国家地理杂志上 周末颁出的2018年度摄影大赛的获奖榜单 今年评委会收到了一万多份作品 被分为三个类别野生动物 地方和人物 榜单包括了每个类别评出的前三名 以及一名超级大奖 造假超级大奖的获得者 同时也是地方类别的头名 由来自美国就金山州立大学的音乐教授 杰森托德洛夫摘德 他的照片展示了美国加州楼华为沙漠中成千上万俩奔驰和奥迪汽车 这些从2009年到2015年生产的车型 被设计来逃避美国环境保护署规定的排放测试 大众排放门发生后 大众汽车召回了数百万辆汽车杰森 为这张照片取名为造假 工作室中最好的衣服人物 类第一名的照片名为工作室中最好的衣服 拍摄于肯尼亚内罗比大型篷固区 一摄影工作室人物 是摄影师老马大卫穆约查克拉 他在这里工作了37年 在手机摄影的冲击下大卫的顾客逐渐减少 于是他决定那个周末关掉这个摄影工作室 摄影师米亚科林斯 决定为他六张影大卫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 拍下了这张照片 飞跃这张名为飞跃的照片 赢得了野生动物类头奖 摄影师皮姆沃克斯 当时在坎萨尼亚旅行在一个清晨 他看到脚马正在穿越马拉河 随之拍下了这张照片